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务部的节目 今次又想继续和大家跟随一下关于在中东的事情 目前已经有不少媒体报道了 无论真主党也好 还是伊朗也好 他们的内部高层正正在酝酿着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气氛出来 事源就是自从真主党领导纳斯·努赖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后 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就持续在高层领导方面扩散 甚至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现在真的什么人都不信 而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就引述几名伊朗高级官员 其中一名官员就说纳斯·努赖的死亦促使到伊朗当局 要彻底调查在伊朗自身队伍之中有没有人被滲透 甚至涉及到所有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安全官员 至于另一名伊朗官员就说 他们对一些有意前往黎巴乱的伊朗近卫军的成员产生一定的怀疑 还说到其中有些人还在打听纳斯·努赖的下落 特别的就是一些特定的地点以及停留的时间 但看到军队内部都出现你怀疑我我怀疑你那种担忧 至于另一名官员就说 据问在伊朗的情报界在事发的时候就有人向纳斯·努赖发出警报 不过发出警报这个人竟然被逮捕 据说这个被逮捕的人已经搬到了伊朗 但却没有进一步透露究竟这个人和他们的家属是什么身份 而至于另一名官员就说 今次的暗杀事件是令德克兰及真珠党内部散播出一种互不信任的态度 另外根据接近伊朗建制派的消息人士就说 如今伊朗最高领袖是不信任何人的 再说说目前的形势是怎样 伊朗在较早前已经表示要求以色列要好自为之 以色列有进一步的行动的话就必然会升级报复 不过无论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 上方也说明必然会进行报复 至于美国国防部长Loyal Austin 较早前更向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通过电话 就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捍卫他们在中东的利益 那什么是中东的利益呢? 以色列就是美国的中东的利益 至于伊朗方面 就表示除非对方有进一步的挑衅 不然的话 今次的导弹集击行动就已经结束了 还说如果以色列假若会报复的话 伊朗必然会采取更为强而有力的回应 至于伊朗军风更加威胁 如果以色列会报复的话 伊朗必然会大规模摧毁以色列的基础设施 据问以色列和美国都已经会对伊朗采取报复的措施 如今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流一样 战争我相信是必然会进一步扩大了 但会扩到多大和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呢? 华盛顿方面就表示会长期和以色列等等的盟友保持合作 以及确保伊朗在圣旗二的袭击 是会承担严重的后果的 至于以色列的资讯 至于来自以色列的资料就是 据问以军的正规步兵以及装甲部队 就已经向南黎巴乱进行地面行动了 藉此就要加强对真主党的打击 以色列更加加派了第36步兵士和装甲部队 以及第188装甲旅和第6步兵旅 还说明 而且还表明在黎巴乱的行动 将会是超越过往任何进行过的特集的 而据以色列的军方更加表示 今次的地面行动主要就是要摧毁在边境地区的隧道 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但就说没有计划会针对 黎巴乱首都贝鲁特 或者黎巴乱南部其他主要城市 另外以色列已经向南黎巴乱边境 完善二十多个城镇发布新的撤离令 至于真主党就表示在边境城镇 就和乙军发生交火 还说真主党的武装在另一个边境城镇成功击退乙军 除此之外更加向以色列境内的一些军事哨所 发射火箭弹 不过以色列就没有对这些零性的冲突发表过任何评论 至于国际社会目前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德国总理索尔茨就表示 呼吁伊朗和真主党要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 以及警告德克兰很可能会加剧地区局势的风险 至于俄罗斯就认为目前的冲突就是潮着一个升级的方向发展 至于日本就表示当地局势是不敢关切的 大致上目前的消息就只有这么多 或多或少我们也可以预示到 中东的局势必然会进一步恶化 不过在整个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 我们也可以估计得到 伊朗目前必然是会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调查 继而就抽出哪个是内鬼的 而对于一个非常依赖强力的内部控制系统 来维持的一个国家来看 当出现类似的内部纷争必然会影响伊朗的政策 继而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对外的战略出现混乱也未定 如果伊朗高层陷入内部斗争的话 更加会削弱在地区冲突之中的影响力 甚至会影响了真主党也未定 不过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从空袭扩展到黎巴嫩南部 从这一点也表明黎巴嫩的战略行动 就不只是局限于定点打击 我自己估计以色列将会对黎巴嫩展开一个长期的军事行动 虽然说以色列没有计划要针对黎巴嫩的主要城市展开大规模的攻击 但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过往怎样对付加沙 也可能会照版主换在黎巴嫩做多一次 就是以清朝真主党为名进入黎巴嫩的各大城市 所以我个人较为担心的就是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恐怕会加剧了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危机 并且有可能会使得以色列自己本身陷入一个长期的纷争里面 至于美国的态度表明是会和以色列合作 既然会确保伊朗今次的襲击是必然会付出严重的后果 不过美国这样的态度也可能会导致伊朗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措施 特别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所以今次的事件不仅加剧了 美国和伊朗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更有可能将这个冲突 扩展到其他较不稳定的国家 包括伊拉克及黎巴嫩 不过更为人担心的就是 如果中东的冲突升温的话 其他的大国会不会再插手呢? 例如俄罗斯或土耳其这些国家 如果也插手中东事务的话 那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都未定的 如果我们再看回真主党的问题 虽然纳斯·努拉的死对真主党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打击 而作为真主党的核心领袖 他的死惑多惑少也打击了真主党的领导结构 更有可能会出现内部分裂也未定 虽然真主党在过去这几十年 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军事能力 但今次以色列可以这么精准清除了真主党的领导层 我们也可以肯定得到 真主党的实力是会下跌的了 所以现在就得到刚刚身上陷的领导 来带领着真主党 于是这班人又够不够能力去和以色列对抗呢? 这一点也需要留待时间来证明的 不过说到底最令人担心的就是 今次的冲突很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伊朗就表态了 如果以色列进一步挑衅 就会对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实施大规模的打击 不过当考虑到伊朗的军事能力 以及以色列的防御系统 万一冲突是一发不可收拾难以控制的话 那就会波及全球的石油市场了 所以说到底今次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已经可以预示得到 中东的局势已经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不单是关乎两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当中也包括内部的政治、不信任的危机 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等等更为复杂的因素 在未来这场冲突会升级成什么呢? 这一点也很取决于涉事的国家 能不能够避免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不过我们更可以肯定的就是 今次的冲突必然会对中东地区 以至国际秩序产生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 接着想和大家作一个短期的分析 伊朗和以色列会以什么方式爆发冲突呢? 要知道伊朗和以色列都不是轮国 即是说什么呢? 如果伊朗要派地面部队入侵以色列的话 除了要经过伊拉克之外 同时也要经过敘利亚先前能够抵达以色列 距离实在非常远 所以由地面部队进入以色列 这个可能性就不大 除了要经过敘利亚和伊拉克之外 还有夹着黎巴嫩以及约旦 伊拉克和敘利亚会否容许伊朗军队 经过他们这两个国家而入侵以色列 相信就不可能了 还有就是伊拉克经历了20多年的战后重建 基本上经济民生已经逐渐恢复回来 如今伊拉克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 而且美军也同意两年之内就会全部撤出 所以对伊拉克来说他们根本不想打仗 没错在伊拉克境内也有十月派武装组织 有时也会去打以色列 但是他们攻击以色列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都是针对着美国的 既然如今美国已经落实会离开伊拉克 那对伊拉克来说就没什么必要再生事 所以对伊拉克来说 打以色列根本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至于敘利亚是怎样? 敘利亚就更複雅 到了今时今日 敘利亚的国土仍然是四分五裂 在境内有土耳其的驻军 又美国的驻军 更有俄罗斯的驻军 以及伊朗的驻军 不单如此 还有富伊德族武装 以及各路的地方分裂恐怖武装势力 在面对以色列军队过往的凶杂大马士甲 敘利亚没有一次还手 所以只要伊拉克和敘利亚不想打仗 伊朗就不可能和以色列爆发大规模的地面战争 而唯一可能的就是 以色列又或者美国会战害下一轮的远程打击 伊朗打他一轮 又到以色列打回伊朗一轮 这样打来打去根本就没有意思没有好处 只不过是互相损害对方 但这种这样互相损害的战争 一负不符合以色列或者伊朗的国家利益 这些纯粹消耗战 最终就只会两败俱伤 与其要两败俱伤 背后哪一个才是最大得益者 我自己的估计俄罗斯就是其中的得益者 如果两败俱伤的话 那以色列就需要外援了 外援就唯一最大后盾的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目前正正在准备撤出伊拉克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能会被迫重返中东 那在俄乌战场又怎样? 当然就会导致俄军趁势进攻 夺取更多的乌东土地 至于土耳其 土耳其是以色列对加沙的冲突 土耳其已经表达过多次的反对 但土耳其虽然说反对 实际上土耳其什么都没有做过 因为如今以色列在加沙 在黎巴嫩的冲突主要是针对什叶派 而土耳其就是以信尼派为主 现在有得以色列削弱什叶派的联盟 对土耳其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 相信土耳其都是暗自偷笑的 但万一以色列和伊朗打到两败俱伤 需要外援的话 美国也有可能会拉拢一下土耳其 到时土耳其就变得助修如人之利 还有一个国家可能是有得益的 这个大家可能都猜到的 就是中国的军工企业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在上个月一则新闻报道 就说到沙特阿拉伯已经成功 从中国订购了东风21型的中程弹道导弹 要知道沙特阿拉伯一直以来 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大盟友 但是沙特在最近又再确认 再度添置更多的中国制造的 东风21型中程弹道导弹 如果中东的乱局持续紧张 继续升级的话 沙特自己为了自保 当然就是买更多的军火 现在在国际军工市场上 最花酸的就真的只有中国 而且中国也积极地开拓中东的军火市场 而沙特也知道自己的实力 为了自保买多一批中国的导弹 就变得非常合理了 所以综合各方的可能性 你说以色列和伊朗 会否出现大打出手的情况 这个可能性就极低 但是伊朗射了这么多导弹去以色列 但是你以色列不还手的话 那还需要见人呢? 相信现在以色列就需要找一个下台阶 如何对这次的冲突作一次还手 而今次的还手的力度也要确保 不会将战争继续扩大 好了 关于中东的话题 今次就跟大家跟进到这里 跟进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话题